咱们上次聊过了插电混动20万价位的SUV推荐 今天聊聊轿车 咱说轿车在这个驾驶当中选择就没有像SUV那么丰富了 确实在国内市场SUV的这种占比是非常高的 提到了插电混动 不管是增程也好 包括插电混动也好 我觉得可以考虑几个车型一个长安深蓝S203 深蓝S203增程版的售价是171,900 前两天不说吗 又会2万块钱 对吧 相当于你裸车价格15万多 我觉得可以 因为它的WLTC垂量寻航里程165公里 我觉得这个里程数也够长了 那这个车型呢 我就更年轻 而且它是鲜背造型 也很实用 配置方面就自然不容能心了 它就一个版本吧 它自然就是顶配的配置标准 对吧 全套的L加热辅助啊 什么前排的电条 加热 通风 都有 所以说 我觉得年轻人想买一个鲜背造型的轿车 深蓝S203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你说我想买一个比较大的 比较舒服的 对吧 汉DMI可以考虑一下 汉DMI呢 可以买到121公里的 那建议买尊容型 就22万7800 中间给点优惠 基本上裸车可能低于20 应该问题不大 汉DMI啊 就是虽然我的纯电旅程里程 没有太阳长 但是呢 我这车特别舒服 就从座椅的那种舒适感觉啊 包括底盘的表现 它更加清爽于舒适性能调校 而且级别高啊 人家是中大型轿车 对吧 那还有像 哪吒S 这个品牌讲的话 确实没有像比亚迪啊 长安山南那些优势了 但是呢 我们这些试驾过 其实产品本身表现 还是不错的 而且可以感受到 这车 还是给到我们更多的实惠 比如说 它的CLTC 纯电旅程是310公里 对吧 我再怎么打这个扣 跑到200多也是没问题的 那同时呢 配置够全面了 像IR加车辅助啊 全车无鞋进入啊等等 我建议买后驱小版 就是20万2800那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是比较实惠的 但是你要说我想要一个附加娱乐评 或者说我想要一个前排座椅通风的话 你就买那个中版就行了 21万8800 价格会高一点吧 但我觉得小版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这里是聚光电厂院书的新端推荐 关注栏目 更多新端信息跟你分享